我剛才談到就是說 商業的模式都是一種進化的 無論是工業社會進入所謂的 產業的這個視野融合的事情 不斷的去產生新的事業的一個發展 但是特別都是進化的 我們在做賣家的時候 第一個想的不是我要賺多少錢 而是如果我是買家 他為什麼要買我的東西 我有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想 所以其實真正的消費者的場域 不一定要發生在你就出現在他身邊 是你在心裡面去想 當他坐在遙遠的電腦的那一端的時候 他應該是怎麼想這件事 很多製造業的一些夥伴們 現在也希望能夠去中間化 直接面對消費者 所以在這一段 他們確實也必須開始去思考 我怎麼去經營會員 怎麼樣透過全渠道 去跟客戶去傳達一個正確 或者是有溫度的訊息